在这次上海车长本田首次亮相的国产双杆400排量平台的两款新车 街车CB400F和多功能车CB400X 我们来看看国产CB400X和进口CB500X都有哪些区别 在外观上主要的区别是大灯 大灯的造型和CB500X是不一样的 其他外观覆盖件总体上和CB500X没什么区别 在车辆设定上前轮骨为17寸 CB500X为19寸 配的原厂轮胎胎纹是比较偏公路的 油箱容积为16.5升 CB500X为17.5升 座高为807mm CB500X为830mm 仪表的外观样式和CB500X基本一致 但还不知道点亮后的效果 其他的像手把、转向灯、尾灯 样式上也和CB500X有所不同 自动系统上从外观上看和CB500X配置也是一样的 日性的卡前、前轮为双火柴卡前、后轮为单火柴卡前 前后有ABS 最后就是动力系统 CB400X和CB500X的发动机 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是同一款发动机 只是排量上有所不同 CB400X为399cc CB500X为471cc 配置有滑动离合 在发动机最大功率上 CB400X为33000瓦 CB500X为37000瓦 最大流距 CB400X为37mm CB500X为45mm 在车辆整备质量上也差不多 CB400X为195公斤 CB500X为197公斤 CB400X官方公布的最大车速为157公里每小时 总的来说 国产的CB400X和进口的CB500X在车辆设定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CB400X比较像老款的CB500X 更偏向于公路骑行 而再售款的CB500X更像一台ADV车型 走非铺装路面的能力上会更好些 在这次发布会上并未公布售价 正式价格应该会在5月底的北京摩托车展上公布 现在网传的售价为4万多点 如果真是这个价格 那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